大家好,我是亚欣,欢迎收看本期艺术史 现如今各种各样的成功学说,横空出世,有远大的目标,有坚毅的毅力等等 那么这些呢早就成为了一个成功者身上应该有的标签 除了这一些之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学会沉淀 南怀景先生曾经说过,世上但凡有成功的都专注于小事情 从前有两个和尚住在山上的庙里,一个住在东边,一个住在西边 他们每天呢就相约着一起去砍柴,有一天西边的和尚呢没有下山 东边的和尚呢不以为然,以为他睡过了头就没有多想 再后来呢西边的和尚竟然一个月都没有下山 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边的和尚就有点担心了 决定呢去这个寺庙里探望一下自己的朋友 但是没有想到一进门,让他大吃一惊 朋友不但没有生病,还在坚持打坐 身后有大片的树林跟灌木 朋友说我这二十年以来,每次下山砍柴 我都会捡一些小树苗回来,把它们栽在我这个后院里 时间一长的这些小树苗就长成了大树 我就不用去砍柴了 我想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成功的关键其实就在于这些小事上 从小处做起慢慢的积累 哪怕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我想最后也一定会有收获 一经中说到 九二砍有险,求晓得 意思是,人生中啊,其实到处都会有陷阱 如果从小事出发,其实就会找到那些解决的办法 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穿石非一日之功 从小事做起,再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变得有意义起来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也欢迎私信我,我们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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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